加薩走廊移動13層樓高的大樓 遭到以色列空襲應聲倒塌成土飛揚 外媒報導大樓裡有巴勒斯坦基金組織 哈馬斯的高級指揮官辦公室 應該是遭到鎖定攻擊 哈馬斯隨即採取報復行動 由加薩走廊向一國大臣特勞為夫 發射超過130枚的火箭 觸發防空系統攔截 夜空中點點亮空升起 宛如煙火秀 防空警報大座以國民眾嚇得發足狂奔 找掩護一時之間火光四起 到處是濃濃爆炸聲 讓人膽戰心情 美國電視台報導 有一條能源管路被擊中 乙方決定暫時停止 偷來維護機場的飛機起飛 事件的引爆點在於 日前巴勒斯坦的穆斯林 聚集在聖殿山上清真寺祈禱 遺事後拒絕離開 遭乙國警方強制驅離發射 催淚瓦斯及橡膠子彈 造成數百位朝聖者與記者受傷 哈馬斯隨後朝以色列發射火箭彈 乙國軍方懷疑顏色 雙方你來我往 已經導致33人喪生 百人受傷 多數是平民 國際社會已經紛紛呼籲 雙方停火克制 記者綜合報導